今年18岁的幽人亲王下个学期就是高三毕业生了 对于上什么样的大学自己的成绩好话与否 这些都不需要他来考虑 因为他的父母早已为他安排好了未来 这段时间幽人亲王成绩造假的新闻成为为日本人热议的话题 根据日媒的报道 尽管幽人亲王只是个高中生 但是邱小公夫妇早已为儿子铺好了路 据说幽人亲王最终并不是通过考试入学 而是通过举荐的方式 在通过各类的面试以及不公开的考试的方式 进入到东京大学农学部就读 从成为高中生开始 日本媒体就在猜测他们的未来天皇究竟会选择哪所大学 似乎这一切都可以尘埃落定了 按照东京大学所公布的信息 出示结果会在12月2日公布 而最终结果会在明年的2月12日公布 对于幽人亲王 其实教育部门都是心知肚明的 毕竟从小到大只要是设计考试 他都只能用专属他的定制方法就读 新潮周刊干脆直接了当地说 此次的入学考试就是为幽人量身定制的考试 当然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 即便是走后门也不能做得那么的明显 所以从去年开始 宫内厅就为他的学霸之路打好了基础 2023年11月 幽人亲王就发表了一篇关于蜻蜓的学术报告 但是人们认为这篇论文的作者 应该是日本最牛的蜻蜓研究专家 国立科学博物馆的清拓灾 简而言之 清拓灾就是个代笔 如果没有清拓灾的帮助 恐怕幽人连造假的条件都没有 因为幽人亲王的高中成绩非常的不理想 甚至有多门科目零分 邱小公夫妇之所以要为儿子打造学霸的人设 无非就是想让他能有个出类拔萃的光环 要知道幽人亲王的竞争对手爱子公主 可真的是实打实的学霸 除了成绩上无法比拟之外 爱子公主还是日本人眼中的最合格的天皇人选 光凭这个幽人亲王就要比下去了 更不说他那个让人鬼秘莫测的身体和智商 一位熟知高考规定的记者表示 东京大学的录取制度就是为幽人设立的 简而言之 日本的未来天皇通过关系就可以读想读的大学 实际上东京大学的推举选拔制度已经实施九年了 在此期间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然而自从邱小公夫妇示意自己的儿子有意就读东京大学之后 东京大学就破例修改规则 没办法也只有利用这种方法才能将幽人亲王送入东京大学 毕竟想让一个多科挂科的人考入东京大学 就是件难如登天的事情 对于幽人亲王周刊文春爆料 幽人的高中成绩是让人叹为观止的 实际上从入学考试 祝波鼠高非常担心幽人的成绩 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差了让人难以相信 之前有人爆料幽人亲王的大部分科目成绩都接近零分 他的成绩甚至连普通人都不如 尽管祝波鼠高的成绩都是不公开的 但是还是有部分学生以及老师是知道他的成绩 祝波鼠高的匿名人士爆料 幽人王子的成绩非常特别 以至于学校的相关人员都感到头疼 由于特别的身份加上他夸张的成绩 幽人亲王的成绩一出来就立马成为了整个学校的八卦话题 对于这样的事情 祝波鼠高的工作人员认为 即便是幽人成为东京大学的推荐生 他也完全不会惊讶 不言而喻的是 幽人亲王离东京大学只有一步之遥了 他离第一位从东京大学毕业的天皇又更近了一步 当然了这样的行为必然会引起民众的反感 原本幽人亲王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凡人 但是他的父母硬要为他立神童的人设 在进入高中之后 尤其是进入到日本数一数二的祝波鼠高之后 幽人亲王干脆就躺平了 有人爆料 幽人亲王一上课就睡觉 在很早之前就有人爆出 幽人亲王的期中考试的总分只有20分而已 然而不要说让幽人亲王努力 让自己的成绩名列前茅 在祝波鼠高这种学校里 单凭幽人亲王的学习能力 他的学习成绩很有可能是处于垫底的位置 所以这不就摆明了 就是向全世界宣布有权有势的人不努力也可以进入到异象的学校就读吗 如果从一开始 邱小公夫妇就如实地向公众坦诚儿子平庸的成绩的话 或许还没有那么大的反差 但是有些谎一旦说出去就要用无数个谎来圆了 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 邱小公夫妇就不想自己的儿子被爱子公主比下去 作为日本未来的天皇 他们不想儿子有任何的缺陷 所以他们一心想要给儿子打造完美的人设 然而事与愿为幽人亲王显然没有那样的天赋 也没有那样的条件 所以这一家三口也只能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